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吸进来的空气到肺里都感觉是一根一根的冰刺 刺在胸口 刺在肺脏里面 而让我感受到这在户外的这些大自然的这些其他的众生们 比如动物 他们怎么去可以寻得一个可以安住的地方与食物呢 而同时我们看到因为这个疫情 全世界往生了几百万的人口 就这样子短短的一两年之间消失了 有时候我在想想这些家庭 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子女 他们的朋友 是如何感受到这些的痛苦 这就是无常 我们常常觉得无常离我们好远 我还没有到八十岁 所以我不会死 我还很健康 所以我想要到处的去玩 但事实上 人生不是照着我们的形势力在过日子的 它有太多外在变硬的因素在影响着我们 比如说这个瘟疫 大自然的变迁 甚至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心 所以我想借由今天很短的分享 来让大家理解 这后疫情时代 在疫情之后 我们怎么再去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呢 这是一个我们都要去正视的问题 我听了很多我们的居士们分享 他们已经两年多来没有见他的朋友了 我们在线上带领一些居士或小朋友 禅修上课的时候 小朋友们说 他们已经两年都没有去学校上课了 当我去看眼科医师的时候 眼科医师告诉我 师父 现在沉溺在网络跟电脑上面 不是只有小朋友啊 已经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自己生活已经跟过去完全的截然不同 是的 现在的人生已经跟过去截然的不同 所以在这样一个多变的社会 多变的大时代 我们要怎么样好好地安住自己的心呢 非常地简单 就是一心念佛 很多人问我说 到底念阿弥陀佛比较有功德 还是要念咒语 阿弥陀佛的心咒 事实上佛号跟咒语的功德 都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分别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 一定就是要跟阿弥陀佛完全地相应 跟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相应 能够去原念六道众生的痛苦 生起内在的大悲心 这才是能够真正地展现 语句佛号的功德 如果我们带着烦恼去念佛号 如果我们带着很多的称恨心去耻咒 这些固然有它的功德 但是相对的 我们也造出了烦恼的业因 所以我想今天就用这个 跟大家做简单的分享 在这个多变的时代 我们把内心安住 向佛 向法 向身 一心的归进三宝 我想这就是最好的依止处 最好的归一处 我希望今天各位喜欢我的分享 那我们下回见 阿密度封 阿密度封 感谢观看